分享今年的这个UC申请上面的六个关键的变化 然后我还会为大家分析2019年最新的这个UC录取的数据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进入更细致的关于这个UC申请的本身 那么UC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 它会根据14个因素来考量 那么是14个因素我会为大家分享 接下来然后还会为大家分享关于这个UC的活动列表 和UC的文书相关的问题 那么首先这一周也是发生了这个录取届 也是发生了非常多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首先第一个跟UC有关的 就是上周UC的这个整个高管层统一决定要支持这个ACA5 这个平权法案 那么这个具体就是对我们Asian学生的这个implication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一旦这个平权法案通过的话 那么UC它是觉得说现在UC大学的 它学就校园的这个diversity还不够diverse 就是不够有代表性 那么具体是怎么说 就是说目前UC系统的undergraduate 亚裔学生占到了37.7% 将近40%的比例 然而就是在UC的这个公立高中 其实亚裔学生只占到百分之九点几这么一个比例 所以那UC的目标就是说 它希望今后如果说这个平权法案通过了的话 那么希望能够就是UC的这个campus学生的种族比例 能够和加州的公立高中的这个种族学生的这个比例能够相似 所以这就意味着说 那可能一旦这个法案通过 那亚裔学生今后在UC的这个路上 可能也越来越难走 之所以现在UC亚裔学生的这个比例这么高 就是因为UC在过去的20年来都没有采用这个法案 也就是说它在录取的过程当中是完全不考虑 这个学生的这个race的 所以但是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跟这个UC有关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您参加了我们这个上周的讲座 应该知道耶鲁大学已经宣布说 今年的申请会采用这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那果然这周这个哈佛和Princeton也都扛不住了 现在也都已经正式的宣布 针对今年的学生也会采用test optional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至此为止 所有的长春藤盟校 巴索盟校 藤校都宣布今年的申请会采用test optional 那么除此之外 包括像Stanford也同样是这样 那么Princeton除了这个test optional之外呢 他还多加了一条 就是今年取消了早生 我们知道就所有的学校 他会有一个这11月1号截止的这个早生的这个政策 那么Princeton也是往年是一直有11月1号截止 但是今年把这个取消了 所以就是所有的学生今年都统一 只有1月1号这一个截止日期 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都放在一个pool里面来 来评估 那么最后呢就是UC今年 针对UC的申请本身 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那接下来的话 我也会为大家详细的解读这六个最新的变化 OK 首先第一个就是UC针对 因为这个新冠的影响 所以我们很多学校 我们本地的至少大部分的公立高中 针对春季的课程 老师都已经就是没有这个letter grade了 不计分了 而是采用这个pass no pass这样的一个成绩 所以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UC来讲 他也是接受学生提教这样的成绩的 那么不仅是春季的成绩 包括2022年冬季的成绩和暑期的成绩 如果是pass no pass的话 学校也是接受的 但是可能就是冬季的课程 对我们大部分的高中生没有太多的影响 我们主要是春季的课程 那么可能还有学生就是会上到暑期的课程 那么暑期的课程如果说学校不offer这个letter grade 那么就是以pass no pass的成绩可以提交给UC 但是如果说学校offer这个letter grade 那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就可以用letter grade来report 那么区别就在于说如果你提交的成绩是pass no pass 那么UC是不会把这个算入GPA的 如果说你这里面有这个AP honors的课程 那么UC也是不会算这个加权 但是就是因为UC还是会recognize我们学生的这个effort 毕竟就说普通的课程和AP课程还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有上到AP honors的课程 那么UC是会把你这个AP honors的课程的这个数量 还是会计算在内的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UC针对今年秋季和2022年秋季的申请 采用这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那么具体就是说如果说学生没有这个考试成绩 那么这个对你的UC的申请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UC不会扣你的分 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这个成绩取得就是考得比较好 你希望提交 那么UC也是会接受的 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是鼓励如果说学生你可以已经报到名了 而且就是说比较擅长考试 而且就是说在GPA相对可能比较弱的情况下 这个考试的成绩能够对自己的profile进行一个positive的这样的一个弥补 那么我们是鼓励学生来提交这个标划成绩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writing scores writing scores这个是指的是和标划成绩配在一起的 因为sat它是由这个由它本身的这个reading math部分组成 然后还有一个essay的部分 然后act也是有act plus writing 那么其实在过去一直以来 UC对这个writing score是非常非常坚持的 其实很多大学都已经是这个writing score已经是optional了 但是UC一直坚持说我们还是要这个writing score的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writing score是反映学生写作能力的一个indicator 但是今年因为这个新冠的影响 UC说你不需要提交这个writing score了 以后也不需要提交了 哪怕你是考了sat或者是act 你也不需要考sat with essay或者是act with writing 就只需要考without writing的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变化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活动列表 活动列表一会儿我也会为大家详细的分析 活动列表呢在过去的两年也是变化非常的大 每年都在变 过去一直以来UC的这个活动列表的这个描述部分 给大家只有160个字符的空间 那么去年呢是把这个空间大大放宽到了500加500 也就是说针对一个活动 那么你这个活动的名称 或者说是你这个活动组织的这个名称 或者是你这个项目的介绍 你就可以有500个字符来介绍 然后下面的你个人的这个responsibility的这个描述 你还有500个字符的空间来进行介绍 所以总共加起来有1000个字符 那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160个字符可能也就是20个字 那么1000个字符可能就是1000个字符 大概是相当于100到120个字 所以是很大的空间 那可能是因为去年这么一改 可能发现大家的工作量都增加了不少 尤其是对这个UC的招生官 可能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今年呢 又把这个要求又放低了一些 现在是把这个空间 把这个字符数减少到了250加350字符 那么除了这个活动列表字符数的这个变化 还有一条比较贴心的小变化 就是说今年UC呢 允许学生在这个申请上面填自己的preferred name 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像可能有一些留学生 或者是新移民的学生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Chinese的legal name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English name 这个不是legal name 但是我们都会说I go by Erica 或者是I go by Allie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名字呢 是可以放在UC的申请当中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 UC Merced可以接受2021年春季的申请 那么截止日期是7月31号 OK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新的UC新生录取的一个数据 这个是针对2019年秋季入学的学生 那么这个是最新最完整的数据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California Residence 就是针对我们州内本地的学生来讲的话 去年UC而晚是成为了一个最受欢迎的campus 申请人数最多达到了7万家 那么过去呢LA是最受欢迎的 去年呢降到了第二位 所以这两个campus去年的申请人数都是非常的多 但是在录取率上面 仍然是Berkeley和LA的录取率是最低的 分别都是在20%以下 那么此外去年UC Irvine的这个录取率也是降了很多 降到了21% 这个呢就是我个人是认为和UC Irvine在前两年 它有一年就是招了特别多 就是超标了 招了特别多的学生 然后应该是超了大概有800人吧 所以就是那么对它接下来的这两年 它可能就开始收紧这个招生的人数 所以录取率也降了很多 那么这个是针对加州本地学生 那么国际学生来讲的话 Berkeley和LA的这个录取率是远远低于本地学生的 但是对于像UC Davis 像Irvine 像这个Santa Barbara 然后Santa Cruz 这些学校实际上相对来说 对国际学生是更加友好的 最后一个column看到这个就是 根据高中的GPA 然后每一个campus的一个录取率 比如说以Berkeley来说 也就是说在他收到的这个申请的学生当中 GPA4.2以上的学生有38%录取了 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录取率 就是即使我有很高的GPA 实际上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被拘调了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看到这个GPA的重要性 但是与此同时 其他的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 OK 那么说到就是这个其他的方面 那这里的话 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分析一下 UC在这个录取的过程当中 到底他会考察学生的哪些方面 那UC的录取的话 他会根据14个这个标准来评估 14 factors 那这14个标准的话 他也是分为了四大块 一个是这个学术 一个是考试 一个是课外活动 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背景 那么这个考试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就是之后已经是不会再看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说 其他的三个方向的这个比重 也就自然的上来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学术这个方面 首先就是你的GPA GPA不光是你的Overall GPA 主要UC看的是你的这个A3G的GPA 这什么意思呢 就A3G就是大概可以理解为 大学申请的核心课程 比如说像英文数学 Science Visual Performing Arts Social Studies 这样的课程 所以如果学生在这个核心课程上 GPA比较低 然后可能体育课呀 健康课呀 或者有些私立学校的孩子 这个宗教课 这个成绩比较高 实际上这个对UC的录取 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UC还是主要是看核心课程 那么除了这个GPA之外 UC也会看你的这个课程的数量 那么UC的最低要求 就是说你的这些核心课程 修够15门就可以了 就达到他这个最低的要求 你就可以申请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15门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15门相当于你一年可能 高中4年 你一年可能也就是take 3到4门的核心课程 所以这是 如果说你想在UC的申请当中 有竞争力的话 这是远远不够的 那像我过去的学生 像一般比较有竞争力的学生 这个核心的课程 一般都会拿到25门 甚至是以上 然后那么这个除了你的这个课程数量之外的话 UC也会考察你这个课程的难度 那课程的难度就是通过 你有上多少honors AP的课程 或者是college的课程 如果你是IB学校的上了多少门IB的课程 通过这个来考虑 那下面一个是这个ELC ELC stands for eligibility in local contex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高中的GPA 在你的这个graduating class 就是在你同一年级的所有的同学里面 排在前9%的话 那么UC就会保证你 一定会被录取到某一个campus 那么具体是哪一个 那就那就那就很难说了 那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其实这一点的话 对于 对于就是说我们比较有竞争力的亚裔学生来说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特别大的advantage 但是对于有一些可能学区比较弱 高中就是自己的高中不是很好 没有办法横向竞争的这样的学生 那么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这个是一个advantage 然后接下来 UC还会看你12年级的这个课程的选择 所以就是我们也是一再的跟学生强调 不要觉得就是12年级就可以 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No UC还是希望12年级可以看到学生继续的来挑战自己 所以你12年级上的这个课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一点performance relative to opportunity school 也就是说学校UC是会综合考量的 你这个一个有20门AP课的学校 学生上了三门AP课程 和只有三门AP课的学校 学生上了三门 那么这个在UC的这个眼里面肯定是不一样的 可能前面一个学生 UC就会觉得你并没有充分的利用你学校的这个资源 那接下来这个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cademic subject area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尤其是你跟你申请的专业相关的这些学科 你的成绩怎么样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最后是你的academic trend 就是你的这个成绩是在不断的往上走 还是不断的往下走 当然UC是希望看到你实在不断的提升自己 所以说如果前面90年级成绩不是太好的学生 也不用过分的太就是让自己停留在这个过去的悲伤当中 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 继续加油 那么如果前面成绩不错的学生 也不要觉得我就这样就可以了 可能你之后的课程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难 但是你仍然需要就是保持你的好成绩 那么这个standardized test 这个就不说了 就是你的这个标划成绩 那这里主要想说一下这个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的话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这个outstanding work in special projects in academic fields 这个具体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UC希望看到就是你在学术方面 尤其是可能跟你申请的这个专业相关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有参加一些一些独特的项目 这可能包括下校 这可能包括这个科研项目 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个人项目都有可能 比如说像我过去的学生 有申请这个compete science engineering方面的这个学生 那这个学生他就是花了一整个暑假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机器人手套 还有的就是自己做了一个CPU 那么这个这些东西都是就是UC非常非常看重的 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special talents achievements awards 这个就是指的学生的特殊才艺方面 那这个才艺就是有很多很多了 除了这个visual performing arts这个表演方面的才艺 那么可能你在运动方面的才能 甚至是和其他的一些可能学术相关的一些 intellectual的这种特殊的才能 都是算在里面的 然后最后一个completion of special projects 这个就是说 那么你在就是这个四年的高中生涯当中 有没有完成就是有没有完成一些 对你的社区或者对你的这个你的学校 或者是你个人有影响的这种个人特殊的个人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这个context这个方面 也就是说UC在评估的过程当中 都不是说你仅仅看你自己的这个 就是仅看你个人的这个成就的 它会把你个人的成就和你成长的环境 结合起来来看 也就是UC因为就是说如果说学生 他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家庭环境家庭条件 或者是他自身的身体状况 可能有一些challenge的话 那你是没有办法去和去和那些 就是resource各方面都很好的学生去拼的 所以这一点UC也会考虑在内 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环境也很好 你的这个自身也非常的健康 你的这个学习资源也很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UC就会希望看到你更充分的来利用你身边的资源 说完了就是UC的这个general的14 factors as a guideline之后呢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UCLA 它就是specifically它公布的它的这个review process 那么主要是从这八个方面来考察学生 那么这八个方面实际上基本是和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14个因素 是就是align在一起是匹配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academic achievements 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GPA 你选课的难度你选课的强度 这些你的academic trend你的这个成绩的趋势都包括在里面了 都算为academic achievements 那么第二点就是personal qualities personal qualities这个是刚刚在14 factors里面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东西具体就是具体UC想要看什么呢 又怎么样来体现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和UC它的这个文书 包括你的这个活动其实是仅仅相关的 然后第三点likely contributions to the campus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UC它招你到学校 它不希望这个学生仅仅是I just care about myself 我把我自己的这个书读好 生活过好就行了 UC是希望你来到学校是对这个学校有positive的influence的 那UC怎么知道就是学生 how likely they will be contributing to the school 那么其实就是根据你过去的表现 如果说你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积极的参加各种的活动 很积极的给你的学校给你的社区带去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那么UC就会认为你去到大学以后会继续这样做 相反如果说你在高中期间就没有做什么这方面的活动的话 那么可能UC在评估的时候就会认为 可能你的这个likelihood并不是特别的高 那么下面一个标划考试我们也就跳过就不说了 然后接下来是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enrichment programs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指的下校 包括就是UC sponsor的像cosmos这样的暑期项目 当然还有就是很多大学像Stanford像MIT还有其他的学校都会有这些下校的项目 那你在这个下校项目当中的表现 然后包括这个下校本身的这个含金量都是UC会考虑的这个衡量因素 接下来otherachievement那就是指其他的所有的课外活动 包括你的才艺包括你的leadership包括你的这个打工的经历 这些都会算在里面 那么以上六点的是针对个人的 那么七八点就是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这个就是指的外部因素 UC Berkeley呢他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因素 实际上和UC LA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相同 OK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personal qualities作为第二点啊就就提出来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其实对于竞争越激烈的学校来说 他是非常非常看重学生的这个 这个个人的这个品质的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数据啊 这个是根据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dmissions counseling 这个组织对这个college admissions啊 就是大学的招生官做的一个问卷调查 那么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这个招生官都认为这个个人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有将近一半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就是像我刚刚所说就是越selective的学校那么他对学生的这个个人品质就越看重 我们我们这里看到左边这个 录取率在50%以下的学校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所有的学校都认为说这个个人品质是 Either very important or important 就是都是至少是重要的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这个个人品质到底是指什么呢 这里我也为大家总结了UC他希望看到的就是13个有代表性的这个 这个个人品质 像这个leadership 领导力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你的这个character 就是指的 你是 basically if you're a nice person 然后包括你的motivation tenacity 你是不是一个很有忍耐力 很有很有耐力的学生 initiative 你是不是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学生 originality creativity 你的创造力如何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就是指你在这个 学术方面 你是否能够独立的去完成 自己的这个学术的这个学习 包括各种的研究 responsibility 你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insight 就是你对事物的看法 你的这个想法 是不是够深入 maturity 你的成熟度 然后还有最后就是concern for others concern for the community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关心他人 关心社区的人 当然就是说personal character tributes 不止这些 但是这个是uc 比较就是具有代表性的uc做看重的13个个人品质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问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有这么多的衡量标准 就是具体 具体怎么落实呢 其实就是通过这么 简简单单的一个uc的网生 download下来也就是这么几页纸 所以你就要在这么几页纸上面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 包括你的这些个人的品质 那么uc的申请总共分为9个部分 我们看到这里总共9个部分 那么实际上 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些facts 都是一些number 数字 包括 像你要选什么major campus 当然这个就说也是有一定的 技巧在里面 我们会和学生 很谨慎的来挑选 申请的campus 和申请的major 但是其他的东西你比如包括像academic history这样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把你的transcript 上面的东西写上去 你上了哪些课 拿了什么成绩 所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的 但是 我们看到这两个就是我用红字标出来的 一个就是活动列表 一个就是文书 整个申请里面只有这两个部分 是学生 可以有空间来把自己的特质 给发挥出来的 这里并不是说让你去填一些 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而是我做过了这些事情 我怎么样把它 以一个最有吸引力最好的一个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这两个部分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列表 活动列表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文书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学生有的时候 其实他会往往会忽略这个 活动列表的重要性 他可能会 文书打磨得非常精致 完了最后要提交申请了 开始填网申了 才发现要填这个活动 好啪啪啪 填下去 但是实际上 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像我们的学生的话 我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一起来打磨这个活动列表 那么 整个活动列表的话 你可以填最多填20个活动 所以是有非常多的空间的 然后会分为六大类 第一个是Course work other than A through G 就是说你除了这个 申请的这个核心课程之外 还有什么课程 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在高年级的时候 会上这个Leadership的课程 可能有的会做TA 私立学校学生会 会学这个宗教方面的课程 甚至有的 有的课程比如说和职业相关的 有一些business的课程 就这个课程他可能不是在这个 A through G的范围之内 但这些课程也是很有价值的 也是很可以体现学生的能力的 嗯 所以就说 如果说UC不算的话就很可惜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填在这个活动列表里面 然后第二个educational prep programs 这个basically就是指的我们的下校的项目 你有没有参加过下校的项目 然后还有就是义工 volunteer community service 就是你有没有参加过这种志愿者 的活动work experience 有没有打工 然后还有你有哪些荣誉和获奖 然后最后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就是指的everything else 那么所以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里面 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描述 描述的话那也是 UC今年的话是给到250和350个字符这样的空间 即使是就说他比去年少了 但是仍然是比以前160个字符是多到三倍多以上 所以学生怎么样来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 那像和我们一起work的学生的话 我会从14个方面 14个要求来帮他 润色这个 这个活动列表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 跟大家 分享一下 一些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你这个活动列表描述是不是清晰 然后这里面有没有突出这个活动的selectivity 你的这个 你的achievements 然后还有就是leadership 和你这个活动的独特性 那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吧 这个是 就是 之前一个学生啊 他的这个 原版和 和这个和修改过 修改以后的这个版本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学生 他会 把这个空间会浪费掉 会写很多重复的东西 然后 会 写很多 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个内容在里面 而且就说可能他在描述的时候 这个活动的 清晰度也不够 而且就说问题可能就是 其实自己做了很多非常出色的 一些经历 但是都没有写出来 你比如像这个学生 他就写 他是觉得打这个 varsity 打羽毛球嘛 就说practice on and off season to seek improvement 那你要你要做这个运动对吧 那你肯定是需要practice的 所以这些都是by default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你看 他其实是因为他作为captain 是有带领一个70个 70个运动员的一个团队 而且他还就是 做了很多跟就是training有关的这些 这些plan host tryouts 还organized fundraisers 这些都是 非常非常突出他的leadership 但是 学生的这个原稿里面都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活动列表 我们也是会花很多时间去帮助学生打磨的 OK 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 这个uc的文书了 那么活动列表呢 可能是类似于自己的简历 就是说你要把自己过去的 过去的这个所有的活动 最突出的经历都把它展现出来 那么文书的作用在这里是什么呢 uc其实明确有说过 因为申请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们是不可能给申请人提供任何面试的机会的 那么他们会把这个文书就当成你和招生官的一个面试 所以你在这个文书当中说什么写什么 那么就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就是这个文书 他是整个申请的最后的放在最后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招生官希望他在了解了你的这些 冰冷的这些数字之后 他希望能够看到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刚刚我们说的13个品质 像leadership 像initiative 像tenacity originality 这些都是 其实最后就是需要通过你的这个文书 展现出来的 那么同时这个文书的话 也是就是让招生官了解到你 个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和经历 然后让招生官能够更加的 更easy的能够来判断你的这个 Personal quality 那么一会我们的这个学生嘉宾 Catherine 我也会和她 聊当时我们的这个文书的过程 当时我们的这个文书内容的话 实际上也是就是通过文书 体现了所有这些 UC希望看到的这些软实力 那么这个呢 就是UC的文书的问题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基本上是这八个主题 那么这八个主题是不需要都写了 8选4 只需要选4个写就可以了 每一个是350字 选哪4个没有关系 每一个题目都是同样的wait 没有说哪一个题目会更重要一些 第一个就是UC会问你 你有没有leadership相关的experience 第二个就是 How do you express your creative side 就是你是怎么样来展示你 你的这个创造力的 第三个你自己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 最最特别的才业是什么 然后第4个就是educational opportunity 就是你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 很好的机遇 那你是怎么样take advantage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障碍 那你是怎么样克服的 这是跟你的这个教育经历有关的 那么第5个 Mustivement challenge 就是说你的个人 的成长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挑战 你是怎么样来克服 第6个是跟你的这个academic subject 有关的就是跟你的学术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呀 你觉得哪一个学科 是让你最感兴趣的 然后第7个bettering community What have you done to make your community a better place 那么这个呢 可能大部分学生会容易联想到 就是可能和这个志愿者 和社区服务有关的 这个是可以的 当然就说 不不局限于此 就是anything you do 像我过去有一个学生 他是给就是 给这个社区 他把这个邻居家的这些不用了的这些自行车 scooter都收集起来 然后把 然后把他们都修好之后 再把他送到这个faster care去 他一开始自己做 然后后来还发展了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修 那么这个不算是一个社 就不算是一个community service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personal project 而且就是这样的project 也确实是给自己的community 带来positive impact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 what else what else make you stand out what else make you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 candidates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一个题目 说完这些之后呢 那接下来 我们今天也是非常 荣幸邀请到 我之前的一个学生 Catherine 那我也是会和他一起的 来 就是聊一聊 我们当时申请UC的这个过程 那首先呢 我先做 为他做一个简单的这个 介绍 Catherine呢 是毕业于本地的一个 三股的一所公立高中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座 公立高中 然后他在申请时候的这个 GPA是 unweighted 是3.87 weighted 是4.29 SAT是1480 那他在学校时候的这个 高中期间的主要活动 有参加学校的这个网球的校队 并且在12年级的时候当选了这个 网球校队的队长 然后11年级的暑假 有去参加Cosmos 然后在学校4年当中的话 是有就是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竞赛 并且作为这个 building team的captain 然后从10年级开始 Catherine就是利用 暑期 就是开始 应该是 打了 打了 打了三份工 就是前前后后 所以他最后 是被UC Berkeley录取 现在的话也是 UCBerkeley的 Rising Sophomore Hi Catherine Hi Welcome to the webinar So first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self and also your your life at Berkeley now Yeah for sure So currently I just finished up my first year So I'm a rising sophomore at Berkeley right now I'm currently studying data science and economics So I actually applied to Berkeley as an applied math major But then I took some of the courses the math courses that are required for the major at Berkeley But I didn't really like them too much So I switched it up to data science and economics And the fun thing about Berkeley is that they actually admit everyone undeclared So you can just choose whatever major you want And switch it up as many times as you want until you actually have to declare which is usually around your junior year And in terms of my course load It varies every semester But typically I try to take around three technical courses So these are going to be more of the math, science, those types of classes And then also one sort of fun breadth class Because Berkeley requires us to take seven classes that just allow us to sort of explore other fields as well Outside of academics at Berkeley, I actually am part of a couple of organizations So during my first semester, I really like looked for as many opportunities as I could So I tried joining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One being a consulting club One being just like a fun social As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Club And then the other one being a data science club So I actually stuck with the consulting one for my second semester And I'm still part of that one right now And during my second semester, I actually also joined a business fraternity So I've been pretty busy with that as well Wow Yeah, seems like you do have a very busy schedule So comparing your current college life with high school So what do you think they have in common Or what has changed in terms of a pressure level, study, and lifestyle? Yeah, so for me personally, my high school is very competitive And obviously like Berkeley is also very competitive And there's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n that sense, like in terms of like the workload I would say they're similar in the sense that there's still a lot of work And it's also pretty difficult So you really have to stay on top of that And also like I would say it will be It definitely will be stressful at times in college for sure But I honestly thought that college was so much more fun than high school Because you get so much more freedom on your own And in time to do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But this also means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know yourself And be able to keep a good balance between your work And also like your social life as well But something you know that changed or something that I noticed was a bit different Was that in college you actually get tired a lot like really easily Even though you're waking up later usually because classes don't start at like 730 anymore You can pretty much choose 730 Yeah that was what it was like in high school for me But in college I chose it so that I really didn't start until like 10am, 11am every day But yeah Yeah it was still very tiring And also like in the sense of academics Studying was a bit different So I felt that in high school if you really just studied for a test Like you really took the time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You would do fine And whereas in college it's more of like you study but then you still don't do that great But in the end you know all these classes are curved so everything ends up working out Great great So now let's go back in time to your high school senior So do you still remember what you were like when you just started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Yeah so I actually starte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retty late Because I went to Cosmos the summer before my senior year So I got back like a week before school was officially start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 had tennis tryouts to get myself involved in Because for women's tennis it's always a fall sport And this season as well I was trying to be captain So I had to really get involved in that as well So this left me with like a very like narrow time period To sort of focus on or sort of get started with the entire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So everything at that time you know it was it was very stressful I had a lot going on And it really was like a time where I really had to like sit down focus and make sure that I set my priorities straight Yeah yeah college application is typically a very since it's a time sensitive matter right And you also you're dealing with multiple tasks at the same time so So it's definitely very stressful so then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of your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Is it the time management part or or something else? Well yeah time management wa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 was very challenging Because especially with like the essays right I personally felt the essays were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And coming up with these like unique topics to write about But being able to manage your time as well I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on top of But like with that being said I really think that You know writing the essays wa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myself Because for me like in comparison to the people at my school Like I didn't have the best stats Like I didn't have the best SAT or GPA And a lot of these like colleges will compare you relative to your school As like Eric had talked about in the presentation before So knowing like my stats I knew that I would have to write good essays And I really thought that like brainstorming the topics was definitely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Because I never knew like when I came up with the topic whether or not i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writing about Or whether or not it wa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would be worthy in terms of sharing to the admissions officers Like I never felt like I would have like that one idea that I was like set on from the start In order to be able to write about So definitely just brainstorming all these topics and coming up with them was wa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me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the challenge and what role do you think in my teams play in this process Yeah so I think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In my team was definitely like really helpful for this Because for me like I had a lot of stuff going on throughout high school Like I tried to involve myself in a lot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because of that like I had so many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I didn't have like that one like really major experience that you know some people have I had a bunch of like smaller just smaller but more experiences And in like teams was really helpful in terms of helping me sort of pick out small events Or some situation that happened within those experiences And turn them into a story that was able to show who I am as a person And really show my personality to these admissions officers in the right way And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helpful Yeah 我这里的话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Catherine是我的学生 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这个 我们当时在进行UC的这个文书的过程当中 她也是说到就是说她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 这个stats吧比较平 然后又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然后但是就是说又没有特别突出的东西 所以就会觉得比较散 然后可能觉得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到底写什么 实际上就是说我一开始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感觉 但实际上到最后我们通过不断的就是 其实就是聊天了 就是不断的问问题 然后不断的这样深入的沟通 实际上最后Catherine给学校呈现的 实际上并不是她就是表面上看到的好像 我做了这个活动或者那个活动 其实相反是很多 其实她自己背后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就是她从小自己个人遇到的challenge 然后她怎么样去overcome 包括家里面的这些环境对她 对她的成长带来的影响 那么实际上其实最后的呈现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有改很多稿的 是把她的这个领导力把她的这个tenacity 然后把她initiative independence 她的这个独立 因为Catherine是非常非常独立自强的一个女生 然后包括她的这个创造力 因为她当时申请的是这个 就是跟就是stem相关的这个专业 那我们也有挑选和她的这个专业相关的这个体材 把她的这个creativity originality 其实是有体现出来 所以其实最后的话 其实她的这些所有的 personal attributes 其实都是 UC其实是非常看重的一些个人品质 所以其实最后的话 其实她的这些所有的 所有的personal attributes 其实都是 UC其实是非常看重的一些个人品质 比以前有专业在那里 如果这样的话 需要求成功 最后就应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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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些时候 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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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what if i change this part up a little bit like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that opportunity available but i think once you're comfortable with where it's at you should just honestly stick with it and then you know make sure that that's the best version that it can be so what do you think uh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or skill sets or achievements um that have helped you succeed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um when you know going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s really just being able to stay organized because with college applications there's like so many different parts that you have to get yourself involved in and being able to keep track of them on your own is really going to take like a lot of these organizational skills so it's not only like the essays that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but it's also sending forms you know asking for letters of rec making sure that you give your teachers enough time to write your letters and just staying on top of all your all of your deadlines so being able to stay um organiz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thing and really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be doing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additionally i think like having the right mindset uh being able to stay focused calm have a clear sight of like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is really important as well because like everyone's going to be having a lot going on not only like college apps you're going to have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be taking a lot of like difficult classes as well and be involved in extracurriculars so having this mindset like being able to know what your end goal is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help you stay focused thank you thank you one last question um so since we have a lot of um high school students here uh today if you were to give one piece of advice uh to these high school kids what would you say yeah so i guess one piece of advice for me um that sort of i didn't reall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but now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it's just honestly don't get too stressed about the entire process and don't feel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follow or stick to one specific path um or one school that you have to attend like for me personally berkeley was essentially like the one school that i didn't want to go to because my brother goes there and also like i went to a very competitive high school and people always told me that berkeley was like you know the same sort of environment and i really didn't like that too much um however like once going through my first my first year i really like it there i feel like it's such a good fit and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a lot of these admissions officers like they've gone through enough applications they know what type of students they're looking for and who's actually going to do well at their school so i honestly feel like everyone really ends up in the place that they're meant to be so people who are applying right now like i really don't think you should stress or overthink too much about the process really just show who you are as a person just do your best yeah because i remember um at the time you were accepted at berkeley and a bunch of other schools and some of them are less competitive schools so we're we're comparing between or berkeley or davis or some other schools yeah yeah but then uh at the end um you you feel that you made the right choice oh yeah for sure yeah i wouldn't change my decision thank you kathleen for for being here thank you 所以那我们呃跟学生的分享那我们就是到这里好的屏幕上呢是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在右手边的是我的二维码因为我们有一个enlightings的家长群 如果家长想要加入到我们家长群呢可以扫我的二维码了 呃我来帮把您拉入群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我们的问答环节 if a student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in california but his or her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s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such as TOEFL required 这要看你在加州的这个高中或者是这个这个学校上了几年 也就是说你在申请UC的时候你要在本定美国以英语为这个language of instruction的这样的学校 读够三年就是一般如果说你是九年级就来读高中的话啊就没有太大问题 好有家长问什么时候申请cosmos比较好需要有竞赛成绩吗 这个是下校哈cosmos每年呢它有一个固定的截止日期啊在这个二月初 cosmos的话呃就是还是一个非常competitive的program 那学生的这个gpa呃当然就是你的这个课外活动呃学校都会考虑 对整体来讲cosmos申请还是比较competitive的就是在学生如果真的要准备申请这个program的话 还是呃各方面都准备的比较充分充足一些比较好 好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你们有你们有seediting class吗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呃我们我们的所有这个seediting呢都是一对一的 所以整个group的class呢首先它效果不是很好再加上因为这个是非常privacy的东西 你也不想当着很多其他学生的面呃呃来分享某一个学生的这个essay 所以我们还都是一对一的这个editing 嗯好下一个 嗯sat分数多少算强 呃这个怎么说呢因为uc也没有一个culloff的一个一个score 就是不是说你没有达到多少就就不录了啊 它是有一个range的啊那我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一个range 其实通常来讲如果说你要申请就是最呃比如像berkeleyla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学生至少是一千五以上啊的的sat呃呃那么如果是你像davis像sna barbara erwine san diego呃这样的学校的话呃呃其实理想来说的话我们也会建议在一千四百五以上 当然就是说嗯这也不是绝对是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一个指标 但是其实这个的话也会和你的就是和你的gpa可能也需要结合起来看 嗯因为如果说你本身gpa很强很强 但是你比如说如果你的gpa都是四年二级四年三级 那么你sat如果比如说只考了一千四啊或者这样 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成绩可能是会有一点低 但是如果你的gpa比较弱啊 那么可能你可能对于三点三的gpa的学生来说 你能够考一个一千四一千四百五 那可能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所以这些都是要结合起来看的 嗯好下一个问题 有学生问 when I apply with a major in mind which UC campuses won't care or allow me to apply undeclared major 我想他的问题应该是说就是选专业 或者是在申请的时候不选专业 对他申请某一个campus是不是有影响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你在提交UC申请的时候 就是UC有九个campus 你提交的这个申请都是一个申请 所以你在提交的时候就是 嗯并不是说我这个申请是针对某一个campus的 那么你在选专业的时候呢 嗯你可以每一个campus当中就是有一些variation 当时我和Catherine也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选择是apply math 嗯但是呢就说你总体的这个你的这个专业方向 你要看是不是与你自己的这个profile相匹配 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undecided 嗯就是就是就是不定专业 但是这种情况下 呃你也要考虑就是我为什么是undecided 对吧我是难道我是真的是一点方向都没有吗 当然UC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 嗯所以这个就是呃也是要结合自己的整体的profile来看 嗯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家长问 请问UC会不会在意学生所读的高中 高中是否有竞争力等等 听说UC系列对于其他学校相对分控是真的吗 首先一个就是针对这个高中的问题 呃UC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是会把你的这个高中 呃考虑考虑进去的 就是学生不光是和所有的这个申请人相比较 其实他也是一定程度上要和自己的同学相比较的 对所以你在呃你学校当中的这个这个表现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UC有那个 eligibility in local context 就是你是不是你graduating class的前百分之九 啊这个所以其实是会是会有影响的 包括你这个高中 本身你高中的这个资源怎么样 你有没有去充分的利用 这些也是UC会考虑进去的 the second half is 相对分控 这个也是就是看UC那个就是那个campus 你比如说像berkeley像LA这样学校 它绝对是就是holistic review 就是不光是要看你的成绩 也要看你的活动 看你的这个personal characters 嗯那你比如说像有一些 可能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的UC 你比如像Santa Cruz 那他有说就是我们百分之七十啊 可能都是看你的这个学术方面的因素 嗯好的 那感谢今天Erica老师和Catherine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能帮助您和孩子更全面的了解了UC大学申请 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关于Litens的服务 或者是想要咨询我们的服务内容 那欢迎大家致电或者扫描屏幕上我的二维码咨询 之后每期的讲座呢 我们也都会在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微信群中发布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大家晚安